Hello大家好,我为什么装扮成这样想必你们看标题也已经知道了 我这个眼镜,我这样正式的话眼睛太反光了 今天来录的呢就是一个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你一定要出门,那么戴着口罩眼镜 我们又想让C显的精神研究是稍微画一画眼妆 因为这个眼妆的部分我的一些就是我觉得比较有用的一些小技巧 包括戴口罩这些妆容需要注意的剪 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继续往下看 首先我在这里简单的说一下 就真的真的没有特殊情况和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不得不出门的话真的是就真的是不要出门了 对自己负责也对大家负责 把自己保护的好一点在家里面好好地待着就可以了 当然就算是上班的时间延长了,开学的时间也延长了 但是总归还是最终大家还是要去上班还是要开学的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的病情可能会迟 还要再持续两三个月或者是说更久就也规定 那我相信在这种时期大家也会想让自己看起来是一个稍微好看一点的状态 所以我就把我就是戴口罩戴眼镜这个时候 我觉得更加实用的一个状态分享给大家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因为我们戴口罩的话口罩是这样子卡在这边的 所以你的整个大部分的脸其实都可以省掉粉底这个步骤 如果你还有刘海的话就是这边也盖住 其实只会露出窄窄一条眉眼这里 所以你可以完全地省略粉底这个步骤 然后用遮瑕稍微地盖一下那个如果黑眼圈啊 肋勾这些这个眼部没有任何瑕疵的话 就可以开始我们的眼妆的部分了 那我会在额头这边上一下粉底 选了一个气垫就是比较方便一点 然后它也会比较的轻薄一些 如果有些眼袋肋勾或者是黑眼圈的问题 就可以找一个可以调色的遮瑕盘稍微地遮盖一下 条件很好的话底妆的这个步骤就可以完全完全地省略掉它 用一个眼部打底开始化你眼妆就好了 时间上也会比较节省 下一步呢就是比较重要的一步 因为我们会一直戴着口罩包括这个眼镜 所以鼻梁的这个位置还有眼下的这个范围都是一个接触点 一定要用散粉做一个烘焙 格局魅影的这个 为什么用这款呢就是因为它这个散粉是我手头的散粉里面比较持久的一款 它比较的就是很持久 夏天出汗也不太容易脱的那种 这个量一定要很大 就是不要心疼散 包括鼻梁的这个位置 尤其是侧面 这个烘焙肯定是要等个三五分钟的 所以用这个时间来画一下眉毛 眉毛就按照平常你比较喜欢的眉型去画就可以了 像这种特殊时期化妆真的很快 因为你的整个面部的粉底高光腮红修容全部都可以省略了 而且也很不适合画浓郁的眼妆 所以我们只要把简单的把眼睛稍微画一些看起来比较有神眼的颗色 可以把这个烘焙的粉把它扫干净 我好像没有在没上过粉底的皮肤上做过烘焙 如果你没有画粉底的话 其实我觉得可以试一下 就烘焙的量少一点 你轻轻的扫掉 这样戴一下眼皮 后续也比较好上妆 并且这个部分会比较的干燥 眼妆的部分就真的不适合画得很浓郁了 我就也无法画我比较喜欢那种浓重眼妆了 我先会用一下发发的这个大盘子 我还没有用它上眼 我最近用这个 会先用这两颗颜色混合起来 招待一下眼窝和鼻影这个山根的位置 因为我个人还是喜欢画的稍微的深邃一点 就比较的消肿的这种画法 就只要带到山根这个中间 这里一点点就行了 因为下面完全看不到它 会用这个稍微有点粉调的这种 也是比较灰的 从眼里开始向内做一个过头 这个范围可以稍微画的大一点 就是这样一大圈 比较深的棕色 如果你掌握不好的话 可以用这种稍微浅一些的棕色 也是ok的 点着睫毛根部 用这种画法就是眼是一个比较不挑眼部状况的画法 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单的眼皮 这样的话也是ok的 眼下还是一样的棕色 不够露出这个卧蚕的下边的形状 只能画眼妆的话卧蚕还是蛮重要的 因为卧蚕还是显得眼睛会比较有神一些 先解除可以稍微过度一下 不要那么的死板 再一个浅的珠光色 把卧蚕的地方提亮一下 包括眼头这里 可以稍微做一下贴 要比较中间调的橡膜的珠光色 或者上面这个颜色可以 轻轻的点在上眼皮的前半部分 然后我会用一个眼线胶笔 把睫毛根部填满 然后带一点点外眼线出来 稍微画一点点比较细的外眼线出来 这部分用眼线胶笔会比较自然 但是如果眼尾想画出一个比较干净的线条的话 我们还是要用眼线叶笔 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只能画眼妆这种情况下 眼线还是比较的重要的 因为眼线是一个很提神的这样子一个步骤 把眼尾比较利多的把它拉长拉出来 会用一个比较哑光的眼线叶笔 眼尾呢可以适当的画长一些 如果想要更日常的话 就画短短细细的就可以了 眼下睫毛根部这里 可以用眼线胶底轻轻的扫一点 画在睫毛根部外侧 眼头这里带一点点内眼线的感觉 睫毛根部的内侧 中间不用画中间这一整段断开就行了 这个眼妆部分刷一下睫毛就完成了 如果你像我一样还是不甘于画特别特别日常的妆 想稍微有一些些小花样的话 可以用一个彩色的眼线叶笔 画在你刚刚眼线的里面下面的位置 沿着它 这样就不会特别的突兀 但是又稍微戴一点小花样 睫毛是一定要加的 因为戴眼镜不加的话 肯定会戳到眼睛片上 今天睫毛用的是这两个 先来刷一下睫毛到底 睫毛其实可以适当刷的浓郁一些 因为等一下戴上眼镜的话 那睫毛会变得非常的不明显 如果你假睫毛贴得非常非常熟练的话 也可以戴一款比较自然的假睫毛 刷完之后可以用一个比较细头的眼线 把这种空缺的过去的睫毛补一下 加一点一颗类质 质的话也是会显得眼睛比较有神的 这样一个操作 可以露出来的比较像这里 这样整个妆其实就已经完成了 这样对比一下两边的眼睛差的还是蛮多的 没化妆的话就非常无神 尤其当你口罩戴上之后 就眼睛会显得非常的没有精气深 现在这步骤就已经完全的够了 还有一点如果是大家真的是非常非常注重外表 然后很爱漂亮的话 或者是说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场合 你们可能会摘掉口罩要吃一个饭 这样的情况 就我觉得可以涂一些比较的很牢固的那种 哑光质地的口红 然后你涂一层用纸巾擦一擦 然后再涂一层 再稍微压一点点散粉 这样子的话 你的口红是相对来说比较牢固的 就是可能会掉一点点颜色 但是你的整个口红还是在的 这样其实也是一个就是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你稍微能够想到了一些办法吧 那或者是用一些非常非常牢固非常干的口红 会沉默之后比较干的给大家稍微做一做演示 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就真的真的不建议用颜色比较鲜艳 就是色彩比较浓重的那种所有的口红色好的 包括像我这种平常很爱涂 嗯你们懂的就姨妈色或者大红色的人 就选一些比较贴合自己本身唇色 稍微自然一点的色号 我今天用的这个也是一个就是一个雅光的唇釉 它沉默之后就不太会掉的 然后尽量选择一个薄涂的方式 就万不得已万不得已要摘掉口罩 要面对对方的时候 如果能不摘口罩的话 就真的真的千万不要把你的口罩摘掉 一定要全程带着它会比较安全 然后涂完之后它本身就其实就不怎么掉这个口红 你可以用一个纸巾 稍微压一压把这个靠近嘴唇内缘 什么边边角角的肤色啊什么的 就是靠近嘴唇内缘这一点肤色 就是全部都沾掉之后 这样就基本上它就不太会蹭掉了 戴着口罩这样子的五度一直闷着它的话 就是水蒸气在一个比较潮湿闷热的环境下 很难保证你的口罩非常的完美 所以就还是不建议涂这个 然后我把口罩和眼镜拿过来戴上给大家看一下 口罩呢我相信大家应该也看过很多科普 就是关于佩戴的方式 这样就是用旁边这个挂耳的地方去戴它 戴上之后把上面这个铝条压一压 就是把它这样压的只要贴回你的面部 所以就真的只能看到眼睛了 建议大家就算不用戴护目镜啊之类的 也最好也是戴个眼镜 如果不近视的话呢 去买一个平光眼镜就可以了 最好是这样 就戴个眼镜 这个双口有点反光 然后就这样 这样才会比较不反光一点 这样就全副武装的完成了 这个妆 不要哪怕是你戴了眼镜 透过镜片的话 看起来你的眼尖还是比较有神的 就不会是一个非常无神憔悴的状态 因为我觉得就是 有时候你不得已的一些情况 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 还是要稍微化一点妆 眼睛有神的话 你整个人看起来就是 气色精神头也为好很多 当然如果能在家待着 不出门是最好的 关于戴着口罩你的眼镜片 可能会很雾 就是起雾到你看不到东西的 这样一个状况呢 其实如果你这个压条压得 足够的贴合你的面部皮肤的话 这个水蒸气是不太会跑出来的 就不太会让你的眼镜起雾 如果你这个压不好 它总是有些雾出来 好关于我们的镜片的处理 其实是有专门的擦眼镜的那种 像酒精棉片一样的那种小片片 它是专门防起雾的那种 但是由于现在快递 还没有完全的恢复正常 你们可能就是买了也不能够 即刻的收到 我觉得大家可以先买一盒 看它什么时候能发货 就是还是备一盒 还挺实用的 在买不到的情况下 你这个镜片可以稍微用肥皂水 涂一层 然后再用清水稍微冲掉一些 它也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防雾作用 或者是你家里面有那种 油油眼镜防起雾的那个东西 眼皮子上面涂一涂 它也能够非常好的 起到那个防雾的作用 就我觉得我知道的 能够帮助大家的 就在这里稍微的讲一下 这个状况也没有什么可以展示的必要 就整张脸都捂起来了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事情 护好自己 拜拜 拜拜 大家摘口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用手 这样把它拽下来 反正从耳朵这边 尽量不要触碰到这个口罩的面 尽量少的触摸这边 然后把它摘下来 从底侧反着叠过来 把外侧遮瑕和粉底 这个边边是还是没有蹭到的 然后口红也没有 叠过来之后呢 就到拉底桶的时候 大家一定会